好 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視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戴萬清教授 陳廷菲委員 陳芬香小姐 率化明將軍 江啟臣委員 李永平前副次長 好 那麼打到第12天了 還在打 好像看起來不會立刻停 俄軍久攻不下 那怎麼辦 天天炸 烏克蘭的平民 在斷橋下躲空襲 很多逃亡的畫面曝光 逃亡的畫面就讓大家看到 這是逃亡 一個個逃 戰火連天 就是這樣 烽火已經連12天 俄羅斯空軍是空襲基礎設施 烏克蘭國防部長說 目標是公寓學校幼兒園 這奇怪的 這不是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應該是橋樑 道路 機場 他去公寓學校幼兒園 這很壞 怎麼會這樣 所以有成千萬的婦女兒童在撤離 可能飛彈亂打一通 另外烏克蘭總統說 俄羅斯的軍方炸毀了中部的機場 還準備砲擊 奧德塞 奧德塞看起來是必爭之地 因為100萬人口 而且非常重要的位置 剛剛講的 他在文尼查國機場 被俄軍8個飛彈完全摧毀 我想8個飛彈就摧毀了 所以講8個機場 一個機場整個反正8個摧毀 今天另外消息說 俄羅斯到現在已經發了600顆飛彈了 折亂斯基一再要求西方射進飛區 他說如果你們袖手旁骨 我們會慢慢被殺光 每天死一些人 每天要不然就跑掉了 會慢慢被殺光 但是西方包括歐洲 包括美國都不願意射進飛區 所以如果射了進飛區 就是我們跟俄軍要直接交戰了 美國說就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雖然美國的議員也很挺烏克蘭 烏克蘭總統跟美國200多個參眾議員 視訊連線 但是美國的議員也反對射進飛區 說我美國 把我美國拖下來 你烏克蘭打就好了 我美國拖下來 我幹嘛就跟俄羅斯打 周恩斯基怒批說 平民被俄軍轟死叫做蓄謀殺 上帝絕不寬恕 今天不寬恕 明天不寬恕 永遠不會寬恕 但是普丁也知道 烏克蘭要求射進飛 烏克蘭說你們哪個國家 敢過在這裡射進飛區 視同參戰 把你們當成參戰 不但如此 你們哪個國家 去接受烏克蘭的戰機 也視同參戰 所以我看起來 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求其他國家提供戰機 你有戰機沒有飛行員 你有戰機什麼用 顯然飛行員還在 戰機被摧毀 顯然戰機在機場 飛行員還在 所以你飛機過來我可以飛 美國現在已經跟波蘭商量說 你給他俄羅斯的戰機 我給你F16 因為烏克蘭的飛行員 不會飛美國飛機 要訓練 不是立刻就會飛 所以你趕快給他俄羅斯的戰機 我給你F16 然後今天下午傳來教育 F16是要給台灣的 所以本來答應給台灣的 現在要先給波蘭 波蘭現在說NO 波蘭現在沒有答應 我們根本給他戰機 好吧 你看這個複雜 這個居然牽涉到台灣的軍備 美國參議員劇設 原因就是恐怕爆發世界大戰 當然現在是要轟炸奧德賽 奧德賽說是烏克蘭的經濟命脈 人口將近100萬 我們看看 熊熊大火 濃煙直竄天際 即使出動多台消防車 仍然無法熄滅烈火 這裡是位在烏克蘭中部的 文尼茶機場 在俄烏開戰第12天 這座軍民良用的機場 被俄軍飛彈空襲 機場徹底被摧毀 俄羅斯軍方證實是他們所做的攻擊 其實溫尼茶機場距離烏克蘭首都基辅 大約160公里遠 地理位置靠近波蘭 更是烏克蘭空軍指揮部的所在地 俄羅斯挑明要攻擊烏克蘭 國防軍工企業 同時還警告 如果有哪個國家的機場 提供烏克蘭軍機停靠處 將視為參與武裝衝突 美國白宮也有了新動作 一旦波蘭確定提供 美國也將思考如何協助 期盼這場戰火早日平息 賴教授發展到今天12天 怎麼看 這個戰爭事實上已經超出 我們原先各方的預估 尤其是普丁自己低估了 烏克蘭抵抗的意志 還有烏克蘭得到西方 武器的資源 美國事實上有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我記得很早美國就請 Zelensky從基辅撤退 他就拒絕的撤退 到西方 到西一點 到利維克 還有我們任何人 只要不知道幕後的作為 也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 Zelensky絕對不會自己 放棄掉 就算有一天出國 不阻流亡政府 就是Rensky只要他不被 俄羅斯軍隊抓到的話 將來他就是撤離了烏克蘭 他還會組織流亡政府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講的話 長期要維持個佔領戰爭 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們知道蘇聯在1979年 入侵阿富汗 但是那是經過政治局開會 投票表決的結果 這一次俄羅斯打烏克蘭 可以說是普丁個人意志的展現 當然將來他這個戰爭 是不是會受到民眾的檢討 我們也可以拭目以待 尤其現在我們看到俄羅斯 今天是4600人因為反戰 被警察拘捕 未來我們還要看 是不是這個戰爭還可以拖下去 因為各方都認為基輔 早晚會很危險 可是是不是還能夠 就身手10天 一方大家的看法是 可能還可以手上10天 甚至英國的副首相出來講 這個戰爭 如果烏克蘭的意志 還是很高的話 可能還可以拖到超過一個月 他比如說數月或數年 還可以打數年他這樣講 不過數年大概不容易 不容易還是不容易 因為他不是阿富汗那個地形 但是佔領者本身要付出 很大的這個代價 要佔領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這樣去你看 他們的俄國跟烏克蘭 他們的整個的戰略戰術 到底怎樣 這個戰爭一定要涉及 我戰爭的目標數 要幹嘛 有的目標下面就是戰略跟手段 所以他現在的戰爭 有個形態的改變 就是戰略目標 第一個階段的目標是 講了那五大條件 你不要加入北約 第二個你要非軍事化 中立化 第三個你消滅納粹的武裝武力 這五個條件 那五個條件開出來 所以德倫斯基不可能一口答應 所以第一階段的美國的做法 這個蘇聯的做法 就是以戰破核 因為政治上談判出的結果 是最廉價的 那我現在先擺開一個包圍的態勢 一個壓力形成 談判桌上 這是我的籌碼 那你德倫斯基的籌碼 德倫斯基籌碼 大家也不是低谷 你看看蘇聯解體的時候 烏克蘭拿了很多遺產 它這個核子彈頭就2000多發 洲際飛彈100多發 可以打到美國的 那是最大的 因為烏克蘭是全世界 做最大發動機的重工業是它 連這個美國也要跟它買 發射衛星 所以烏克蘭不是一個 各位想像中間很貧窮很落後的國家 只是它犯了一個戰略上錯誤 自己把核子彈頭拆毀了 被北約騙了 被美國騙說 我給你多少錢 我保護你 好 那現在就沒有作戰的半千 但是它還有6000輛坦克車 再加上烏克蘭老不信也有愛國分子 對不對 所以你看美國跟英國很早就 它送什麼 托式飛彈 標準飛彈 刺針飛彈 這些就是有利於你城鎮作戰的 這個消滅坦克車的 所以第一階段的時候 有被打壞的坦克車的照片給你看 那蘇聯第二階段就不一樣了 前面我讓你就是一戰破合 你不合 我也開放人道的疏散 人道疏散等於最後通牒 就告訴你 留下的那就是你完全是抵抗蘇聯的 那我就殺無色 我就可以用重炮 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看到蘇聯的戰略轟炸機出現 一流生的老轟炸機也很可怕 那個帶的都是幾十噸上百噸的炸彈 那個就是無差別的殺命 所以第二階段這些重手還沒出來 那現在已經開始改變遠程的炮機 跟飛彈的攻擊 那第二階段的目標就更大了 原來只是看在烏冬 最早是烏冬那兩個省 現在是整個吉普 尼泊河的這個以東叫烏冬 烏冬是蘇聯的戰略目標 為什麼 這個地方俄國人很多 說俄語的很多 烏西的全是烏克蘭 那我俄國也要說 蛇吞象要有沒有吞的本事 你一口吞不吞得下來 吞下來你養不養得起 所以它的目標 有限目標是烏冬 然後南邊給你切除離海 所有的海上通運 目標就是最後還是希望在談判桌上來 那從德倫斯基從一個20%的總統 現在變成90%幾 變成烏克蘭的英雄 有英雄就有流亡政府的價值 因為你看美國的目標就是 烏克蘭把你俄國削弱 削弱那戰爭都不希望你很快停止 對不對 你今天要停止戰爭 你美國是講一句話不 北約不懷疑你參加 對不對 那你保持中立就好 這句話他始終不講的 他反過來叫中國你去幫他調和 我想不會 中國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出手 所以 澤倫斯基用過三招 第一個是要你這個 因為普丁說錯一句話 降低核子標根 那整個西歐國家都怕 所以中立國家都投到烏克蘭這一邊 第二個澤倫斯基看 他還要火上加油就搞個核能電廠 上面有火光有炸藥 他說極盡派把這個破壞了 你們騎我還不管 所以俄國趕快下運去佔領 怕你這個極盡分子破壞 因為核子污染不是人力可以解決的 也不是軍隊可以解決的 風一吹票哪去 第三個他又搞一個禁航區 很多觀眾還不懂禁航區 禁航區是希望你北約的國家的飛機 每天派飛機巡逻 這個地方不准任何飛機進來 這個目標是對誰 不是外國 對蘇聯的空軍 不能對他乌西乌東轟炸 那美國不是傻瓜 北約不是傻瓜 我的飛機去了 打俄國飛機那不是 打仗了 這就是現在的態勢 很困難 因為到現在 今天開始聽說第三次談判 今天下午的時候 俄羅斯宣布暫停轟炸 就是暫停攻擊了 暫時熄火 第二次談判的時候 剛剛帥教練講了 俄羅斯要求的就那幾點 現在又加了一點 你們要承認那兩個自治區獨立 要承認他獨立 除了要承認克里米亞 承認兩個自治區獨立 另外就是反納粹化 中立化 非軍事化等等 俄羅斯提出來這個 烏克蘭我看也很難接受 烏克蘭提出來的 俄羅斯也很難接受 第一個立刻退兵 第二個立刻停火 保證以後不再打我 還加上一個 你之前打我的 人民損失 什麼公共設備 你還要陪我 這怎麼談 所以現在兩邊都是漫天要價 能不能就地還錢不知道 其實我在一開始我就講 我說俄羅斯有可能 想要以聶伯河 以東以西 把烏克蘭分成東西 就像東西德當時 南北韓 兩岸 最早的南北越也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統一了 有可能以聶伯河 現在看起來這個態勢越來越明顯 因為基輔當局已經下令 把最後一座橋 聶伯河上的最後一座橋炸掉 橋全部炸掉 讓東西不通了 休息一下就回來了 烏克蘭最新狀況 戰況的位置 基輔這邊 大軍在圍 這個機場說被飛彈炸 現在百萬人在這裡 就要進攻 赫爾松 馬里 烏波爾 這好像已經拿下來了 所以主要在這幾個地方 俄軍越來越血腥 這很簡單 我開始如果拿下來 也就罷了 如果拿不下來 只好再火力加碼 往上提升 俄羅斯再次警告 不要收留基輔的軍用飛機 否則視同參戰 說烏克蘭如果再完抗 恐怕國將不存 所以他原來的意思是說 我打你至少你這個國還在 你再搞下去就國將不存 國就給你搞掉了 把你毀掉了 現在開戰第12天 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準備 對基輔發動全面進攻 他不是說已經什麼綿延64公里 什麼一堆大軍在那邊到底怎樣 正從車諾比爾的禁區運燃料 所以他大概先佔領的車諾比爾的禁區 把燃料根本在那邊整補了 那個非常接近基輔 然後但是俄羅斯空軍也滿慘的 說五架戰機跟四架直升機被擊落 炸橋為了阻止俄軍的攻勢 烏克蘭軍隊把橋 連接基輔的最後一座橋把它炸掉 說為了阻止俄軍戰車前進 基輔西域的其他橋已經全數被炸掉了 只剩下比洛哥羅德卡這座 原本說是很多度假的小屋在那一帶 所以製作如果炸掉的話 如果炸掉基輔基本上就會跟西部廣大的腹地 切斷聯繫 好 情況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從遠處眺望一大片倉庫淪為焦土建築 僅剩黑色支架 濃濃灰黑煙霧瀰漫 俄羅斯持續進攻烏克蘭首都基輔 前往西部利維夫的逃難車陣大排長樓 車上載著一家大小艱辛上路 汽車擋風玻璃整片消失 明顯可以看到遭到炮火 襲擊留下的痕跡 另一邊 烏克蘭士兵奮力抵抗俄軍攻勢 為了不讓首都基輔落入俄羅斯手中 烏克蘭軍隊重兵部署在重要路段 高速公路旁可以看到反戰車巨馬 一般道路旁則有自製汽油彈隨時做好準備 俄羅斯似乎不達目的不罷休 現在更是傳出動用越來越多兵力和武器 來對付烏克蘭 周日俄羅斯國防部公布戰鬥機出任務 以及發射飛彈的最新畫面 宣稱成功空襲烏克蘭軍事基地 根據先人軍事專家分析 現在俄羅斯在基輔周邊形成大規模包圍網 但仍舊還沒有發動攻擊的跡象 不過烏克蘭能否獲得更多補給 將會是最大關鍵 他也預估如果有更多資源 基輔還可能在抵擋俄軍10天到幾個星期的時間 來 江委員怎麼看 基本上第一時間 俄羅斯沒辦法速戰速決 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就增加很多複雜的變數 然後把很多的這些利害關係者 會扯得更加的深 不管是俄羅斯本身 烏克蘭本身還有西方國家 都會被扯得越來越深 但是這個邊談邊打的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一個拖延 因為對雙方來講 他們的目標是沒有交集的 所以在拖延 拖延的狀況 你在目前看起來 從軍事上的部署 你可以看到最後關鍵 可能是在基輔的保衛戰 基輔的保衛戰 就看俄羅斯他到 看起來是他好像是要大干一場 這個烏克蘭他是適時的抵抗 但西方國家如果照目前看起來 是有點姑息 就是我精神上支持你 你需要的物資武器 我盡量的提供你 可是要我參戰 免談 連這個空域的部分的封鎖也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態勢底下 最後的決戰 非常有可能就是基輔 基輔這一戰如果結果出來的 幾個狀況 一個就分裂國家 另外一個就流亡政府 這是非常有可能 最後的一個結局 最慘最慘的結論就是烏克蘭 就是全輸 通輸 你有多少萬名的國人 流亡到其他國家 你甚至你的政府也流亡 你國家也沒了 所以目前的這樣的狀況底下 你說他們兩個去談 會談出什麼結果嗎 真的不樂觀 因為我們看到法國總統也好 這一天連突爾奇總統 都出面 以色列總理 對 以色列總理 都跟普丁直接去談了 也沒有結果 因為就是很硬 普丁就是很硬 就是我要的那兩個條件 你給我 如果沒有辦法談到那兩個條件 那幾乎是免談 反正我就慢慢的包圍你 包圍你進攻你 邊談 然後邊打 邊拖 到最後不得已就決戰 看西方國家 只要不願意 西方國家不願意來參戰的時候 他一定最後就有可能會決戰 基辅的這個決戰 就變成是這一場戰爭 最後能不能結束的關鍵 我覺得他們調地圖出來 基辅其實很大 這個河剛好在中間 聶伯河 聶伯河在基辅市區中間 現在看起來他想切斷 把這個橋都炸了 說只剩下一座橋了 炸完以後就西跟東就分離了 來 廷菲 其實整個情勢 也已經超乎了俄羅斯本來的規劃 因為如果依照他們原本在 2月24號開始開戰的時候 他們是預計四天 就要把整個攻下 但事實上完全沒有辦法 包括對於烏克蘭整個 對於國家敵我意識的 這樣的一個低估 因為原本四天到十天 都沒有辦法攻下來 後勤部隊的一個資源 其實也是俄羅斯非常頭痛的 包括整個烏克蘭 整個氣候因素 如果變成大雨 大雪變大雨 整個的一個地理狀態又不一樣 在這地理狀態 包括路面的泥泥 這個是坦克大軍 非常擔心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 俄羅斯他不斷的利用 所謂的內宣也好 外宣也好 不亂的用這樣子拉高升量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恐嚇也好 或是一個 對內對外的定心丸也好 可是我們看到說 整個情勢已經也不如 他們原本預估 就是說在兩方之間 其實都面臨了一個囧態 就是烏克蘭在所謂後勤部隊 也沒有辦法得到很多國家 在軍力 有這個軍備可能有 可是在兵力的部分 還沒有辦法 可是俄羅斯也一樣 他要調度兵力來支援 其實也有困難 所以我覺得 有一些國家的經濟制裁 或是等等 俄羅斯要面對的 除了未來如何去修飾 這個經濟制裁後的成果 我相信這也是俄羅斯 現在所擔憂的 鳳馨 就是說現在的情況 就是俄羅斯本來想速散速決 看起來達不成 有些地方久攻不下 但是有些地方被摧毀 這些西方國家有可能給一些設備 但是不出兵 還能成多決 他打下去會怎樣 我先講一句就是 說俄羅斯要速戰速決 是我們的判斷 西方 判斷 其實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任何一個人 從俄羅斯這邊得到具體的訊息說 他是要速戰速決的 那麼這邊 烏克蘭曾經公布了一份資料說 他們得到內部消息 其實俄羅斯早在今年1月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要攻擊了 然後時間是2月24號開始 3月10號結束 如果說烏克蘭這一份文件 是真的 坦白說現在的訊息 有很多是屬於宣傳戰 我們一定要很小心翼翼的來看待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似乎又跟原本說的 96小時的速戰速決 剛好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們在看待這些訊息的時候 其實戰爭當中 宣傳的部分 我們必須把它去釐清清楚 這樣我們才能看得清戰爭的全貌 上個禮拜我在這邊說 我說經過了第一個星期 因為俄羅斯只有投入1 3分的兵力 不管他是不是低估了烏克蘭的決心 20萬 100萬陸軍現在20萬掉過來了 20萬掉過來了 他只動用了6萬 在上個禮拜 所以我說不管他原來的原因是什麼 現在比較多 但現在看 我說上個禮拜的時候我就說 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整個戰事會急劇的升高 會殘酷化 我想至少上個禮拜 已經看到了這樣很不忍的一個畫面 接下來這個 我同意的就是 所謂的人道走廊 它比較像是最後通牒 我這邊有幾個跡象我們來看 就是雙方在各自爆戰果的時候 有幾個跡象要值得關注 第一個為什麼 Zelensky要用這麼大的動作 要求西方提供禁飛區 而且他說 如果你不幫助我們設禁飛區 你就是看著我們的人民被轟炸 然後一條慢慢的流失 慢慢被殺死 他用很強烈的道德勒索西方 為什麼 表示他其實失去滯空權 非常的嚴重 而且他很擔心 接下來的是轟炸 因為事實上在過去這10天 是沒有轟炸出現的 沒有那個轟炸機出現的 所以他顯然擔心 下一場戰事是來自於此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東西 其實就是那個最後一道橋 在整個烏克蘭 因為他主要把他設定的敵人 是俄羅斯 所以他主要的軍隊 大概70%的軍隊 全部放在東邊 我不是烏克蘭專家 所以我最近在看新聞的時候 很小心翼翼的 每一則新聞都去查地圖 因為我要確定 它發生在什麼地方 我能判斷 它進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現在你看到的是 在東部這70%烏克蘭的軍隊 如果這些軍隊撐不下去的話 對烏克蘭來講 那就是極大的災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包括了上個禮拜 那個所謂的最大核電廠被炸 因為它是在東部 那麼非常接近 這個聶伯河的地方 它在沿著聶伯河 而興建的核電廠 又包括了像這一個 幾個城市 就克松 還有馬力波 還有哈爾克夫第二大層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 因為那都是 烏克蘭的重軍擺放之地 現在如果哈爾克夫 現在是最激烈交鋒的地方 如果不保的話 我會認為 烏克蘭能夠撐的時間 不會太久 第三個就是最後一道橋 因為它是基辅東邊跟西邊 連接的最後一條橋 你要知道就是說 俄羅斯在包圍基辅的時候 它是東邊 東邊 北邊跟南邊 三邊夾擊 它只留西邊的一個出口 事實上西邊是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這個西邊 它比較跟波蘭 殖民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它的話語 也是波蘭語加古俄語 這樣加起來的烏克蘭語 所以這個地方 反俄羅斯這毫無疑問的 這也變成了 烏克蘭最重要的大後方 那麼如果俄羅斯要繼續 往這個西邊去的話 我認為俄羅斯很不治 可是如果說今天 基辅的東邊放棄了 那就是它要把整個烏東給放棄了 所以才會有一個最後一道橋 聽起來是非常慘烈的 那麼也很悲壯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 當你聽到說你的首都要留下 最後一道橋的時候 你要放掉半個首都的時候 這個國家都是讓我們覺得 極為不仁的 可是美國從第一時間 就認為基辅不會保 所以一直勸 Zelensky把基辅的政府 整個搬到西邊的利維夫 你看利維夫的地圖 它距離波蘭非常非常的近 它是在整個烏克蘭 最西邊的一個大城了 那麼事實上美國大使館 已經移到了利維夫 所以會不會最後基辅 在這個禮拜的觀察是重點 而如果說真的 整個政府移到了利維夫 後續的狀況 才是我們真的要觀察的 好吧 CNN的專家來預估 說烏克蘭軍如果有外援 可以再撐10天 沒有外援能撐多久 所以看起來很快 可能就會 就會發動一個慘烈的攻擊 我們休息一下就好了 請訂閱 請您 請再度按照 訊息一下 再度按照 在不同的地方 希望您可以 勉強 有